尊敬的网友们、推友们,你们好! 这是这个文贵的推特达到11万的感谢的视频 从昨天到今天,坐在这里还不到24小时呢,就到达了11万 这是网友和推友对我的支持和鼓励,也是对我的鞭策 文贵会非常的珍惜 这个从昨天到现在呢,我发了好几个有关这十几个小时发生的一些事件了 刚才我在推特已经讲了,我们的敌人也是盗国贼们 他们抓紧,疯狂地对我进行了各种攻势,造谣、污蔑 昨天晚上,非常感谢他们,叫我当时在河南中原用田浦阳 当时是1991年的时候,这个判决书当时不给我,怕我拿出去 他们公告我是看到,当然感慨万千,心里很难受 这个大家想一想,那是我才,事实上我那个时候才二十岁,二十岁才收财 而且那个时候我的儿子呢,才大概是三岁多一点,四岁多一点,我女儿才一岁多一点 所以说呢,这个我太太呢,一个人家带着两个孩子,这个我弟弟又死了 这个我家里面那种经济,你看那种情况,钱被他们全部收走 连车加摩托车,连物品,全部收走 而且呢,是两个喝醉酒的警察,然后替他的战友所谓来干这种事情 这简直是疯狂的,就有关这一段事件呢,我会在未来的这个节目当中详情再说 这个特别要澄清的是,那个时候我们这个为六四捐款的朋友,那太多了,太多了 我们当时是,在刚开始发生的时候,我是从哈尔滨 从哈尔滨我们开着车一路上这个,从四月底一直到这个北京 当时我们车上还有一位军队的一位老领导 还有几个哈尔滨过去文革的主任,文革主任,造反主任,造反头 我们在一个车上跟我们讲这个革命历史啊,讲当时文化大革命 这一路上我们经历了很多的事情,在沈阳啊,在锦州啊 这个,包括这个,这个,在这个,呃,钩帮子吃烧鸡的时候 也发生了很多的冲突,都是知识学生的,在一人当中发生冲突 后来到了北京,然后出北京我们又开车,先到了河南郑州 后来又到了这个浦阳,后来又发生了就是我弟弟的事情 这个很多人捐钱啊,那个时候简直是那个城清景太让人家激动了 啊,就像在昨天一样,但是这些人哪,没有任何人今天所说 把这当成一个功劳,当成一个炫耀的东西,我觉得没有人这么去做 那都是做了本分内的事情,今天因为我现在这个身份偶然含起引起大家的关注 这个非常理解,但是呢,这个我希望这件事情它证明不了,希望你们明白 它证明不了文贵的任何事情,也证明不了我伟大,证明不了我龌龊 也证不了我是骗子,还是流氓,还是政治家 没用,跟我现在的爆料没关系 我还是想说那句话,今天文贵是流氓,是骗子,是土匪 如果就是的话,跟我今天爆料也没关系 跟他们是不是盗国贼,是不是坑害老百姓,是不是他们贪污腐败 是不是以这个银行贷款扶持大型的这种寡头企业来偷取国家的财富 偷取这个老百姓的这个信心苦苦存的钱 那这是另外的一回事儿,我想再次声明 那么从昨天到现在啊,这个国内的有朋友我打电话 说这个,当我第一次这个说出,这个VOA当中说出王岐山先生的名字 和这个孟建柱先生名字的这个那两天里 中国网络上传的最多的,不是我爆料这个新闻 是有关一个习近平主席贪污受贿850亿美元 到时候还当个笑话,我觉得这怎么可能啊 然后呢,昨天和前几天又有领导跟我说,说这个传的很广 我刚才我上网看了一下啊,我一听我明白了 大家可以看一看啊,从我没开始爆料之前 这些年对我造谣,污蔑化的都是什么,以胡舒立 国内就是胡舒立,然后国外就是伯训 伯训里就是韦石和希诺 那么这两个人呢,这个背后的老板是谁呢? 那大家都知道了,就是我都说过,是公安部议局 公安部和安全部的背后的老板都是孟建柱署记 还有中纪委王岐山署记 就所有这些人的爆料都如出一辙 当初的和我和钟永康有关系 我和令计划有关系 我和郭伯雄有关系 我和张岳有关系 我和马建副部长有关系 然后我和那个公安部的什么叫李东升 当时也有关系啊 大家现在看很多人都已经是都判完刑入完刑了 发现到目前为止只有马建副部长的案情跟我有关系 那么为什么这些人把我跟他们一起呢? 第一个是欲加之罪,合法无辞 第二个就是利用我来掩盖他们真正的政治打击报复 所有这些被抓的人和在过去几年反腐当中 这个很多利益关系都是跟这些人有过去有冲突的 咱就说现在人民的名义叫殊荣 殊荣是江西的书记 殊荣那全家那成天就到处骂孟建柱书记 是孟建书记恨子这个咬牙这个切齿的人物 而且这个我听到多个人给我讲啊 他一定会被老孟给灭了 最后孟书记把他给灭了吗? 灭了由孟书记王书记主宰的拍了一个叫人民的名义 拍了一个以殊荣为折色的太搞笑了啊 殊荣不过是他年版上的肉 殊荣要当政法委书记 那被抓的人呢就是孟建柱书记了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只是普通老百姓不知道而已 高玉良这个角色更适合于他 那殊荣还真不配啊 如果高玉良不被抓 他玩那两个所谓的美女啊 那在这里太正常了 现实中他们太正常了 他们有这种癖好啊 有这种爱好啊 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人民的名义人民在哪呢? 有人民吗? 而且检察院 检察院在中国过一五年就是打酵油的 谁知道检察院呢? 我们的这些被关押的人员的案子 有些人 检察院退三回 检察院就跟我们说 我们检察院一下子又说了不算 政法委让我们怎么干 我们怎么干 中纪委让我们怎么干 怎么干 哪有这个所谓的高检反贪呢? 只不过是高检不敢之声嘛 高检也是不给政法委书记管呢 所以说 这个很搞笑 人民的名义 这个把转嫁了公安 纪委加公安的这个熏天的权利啊 盖国天的权利 而且非常夸张 都是这几个人控制的 反过来刚才说 我刚才看了看 网上流传的习近平主席850亿美元 我一听这人熟悉 谁呀? 希诺 是博勋的希诺录的 为什么这个时候希诺录这个呢? 他就是要代表王岐山主席 孟建柱主席 要栽赃一习近平主席啊 栽赃一习近平主席啊 他说那意思很清楚啊 我们脏 那你也不干净 不就给习主席在这块造谣吗? 这个当时报道这个习主席的这个家产之前 李友就给我说过 说最近有报道啊 就是习近平家族这个丑闻啊 资产我没当心 我说为什么? 胡舒立给他说的 我说你怎么知道 胡舒立给他说的 后来是大家看到了胡舒立 给习主席这封信上 说我认识这个纽石的这个总编 这不就是威胁吗? 我相信习主席他是知道他是改革的 通过这几天我的爆料以来 所有的这个事实和显现 大家看明白了 这个斯诺的这一贯谎言 大家也看到了过去 说我有个弟弟叫郭文奇 然后在郑州因为欠人工程馆被追杀 然后呢死了以后呢 我拿叫文奇的餐厅 而且我弟弟跟谢先生认识 是他亲眼看见的 你说这个斯诺 你现在看到这判决书 你不觉得你自己该自杀吗?该自尽吗? 然后这又炮制出来习主席八百多亿 我真的感到很荒唐 但是暴露了一点 你们是为谁服务的? 你是为什么造谣的? 我现在不愿意给你公布你的资料 真的韦石啊还有这个和西诺先生 我要公布了 你俩今天就完了 因为我承诺我当事人 不公布你俩的这些收钱贪污腐败 跟这些官员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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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兑和这种交易 你很快美国政府会给你答案的 我还是那句话 春节前你还在外边呆了? 那郭文贵我给你打巨大的赌 我输 我每个人输一百万美元 谁敢给我打赌? 我就不想跟你多说了 但你反映了一个现象啊 那么反过来今天说这个到达十一万 另外的一个意义呢 最近几天看到了北京各方面政治上的变化 我相信我的爆料会让习主席和中共中央 绝大多数的好人和九千万党员当中的绝大多数好人 还有这两百万个这个公安干警们能看到真相 我相信绝对不是两百万干警都是傻子 这两百万干警都是当你们的牺牲品 不可能 大连的刘乐国副市长和公安局长 这个最近电话也很大 虽然你言清计从的孙力军 傅振华还有孟年柱书记的啊 你干了很多坏事情 但是我希望你现在应该纠正了 再过五年 你想想刘乐国副市长 你的专案主 能不能面对到今天你所做的事情 包括北京的专案主副市长啊 这个这个这个叫什么梁栋啊 这个傅振华的小小老弟啊 这个这个江梁栋 江梁栋副市长还有你的行医总的这些弟兄们 这个对我们的员工 还对这些人的这种残酷迫害 这账是一定要算的啊 一定要算的 那么未来的这个一年后的政法委书记是谁 下个地方是就保护你们吗 就听你们的吗 可能吗 一如果是你们的人 下个五年还是你们的人吗 我文贵可以再等十年再等二十年 我都可以等到正义这天到来 我也不会给你们五年十年了啊 希望你们不要再做这种 违法乱纪丧尽天良 炫害百姓 包括你们把这个我的员工 吕涛和杨英出来录的视频 我都知道 百分之九十的你都没有放啊 吕涛和杨英说了我很多好话 包括谢弘林我都掌握 结果你都不让放 然后被你们扇嘴巴 把你们辱骂威胁 要把他家人怎么抓起来 让他瞪着眼睛说瞎话 然后说成那些话来 这只能让我更加爱他们 他们为我付了那么多的心血 受了那么多的罪 我会一辈子管他们的啊 这样做更加让我看到了 我们这公司的文化的力量 更加让我去喜欢他们尊重他们 而更加增加了你们的罪恶 哎呀说到这儿呢 实在我一说就收不住了 因为这本来是感谢视频 这太多事儿要说了 因为我现在全力以赴准备这个 全世界新闻媒体大会 这个大会呢一定会有超级VVIP出来 大家都猜令完成 令完成现在很自私 他哥哥死了 他哥哥被抓了 全家被抓了 侄子被杀了 只有郭文贵能跟令完成呢 站在一起告诉你你侄子死的真相 还有很多真相 而你令完成现在躲在那里 不敢出面啊 不敢出面 这是懦弱 这是自私 你很快你会面临到 唯一样的结果 被追杀 被诬陷 而且你会很可能死无葬身之地 你想发生的机会都没有了 而且有你比你令完成还有重要的人 大家只是不知道 现在也都和我联系 这个虽然令完成先生你的律师都跟我们联系了 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我对你那些要求我是完全不同意的 我郭文贵不倚靠任何人爆料 我也不倚靠任何人对我的评价 我也不在乎任何结果 这条路 等到走到一定的时候大家会明白的 文贵已经做好了一切的准备 同时也有绝对的信心 所有的网友们 你们还是不要在这个私信里面 发那些跟咱们爆料没有关系的事情 尽可能的减省时间 让我高效的高智的和所有的网友沟通 这对我们的爆料的成功非常的关键 稍后啊大概五月初 我会公告所有的全世界媒体大会的具体信息 还有所有的安排 然后在这之前大家请先不用问我呢 我们现在正在团队开会 正在做这个一切的计划和方案 我们这个全世界媒体大会 要开成一个像嘉年华 美国总统选举现场沟通啊 这个一个世界级的反腐的推动中国衣服啊 治国的大会啊 大家这个拭目以待吧 文贵在此衷心的感谢你们 希望每个推友和网友的家人身体健康 有办法的话 我拜托所有的网友 一定要多陪陪你的亲人和你的家人 这个这是人生最重要的 千万不要做让自己背着后悔的事情 这是文贵今天在十一万的感谢视频当中 拜托网友你们每个人 多多的陪陪自己的亲人和家人 谢谢